各位同學大家好 見到這條題目,你會怎樣計算呢? 用回我們二年級學過的技巧 當我們發現二同七研究相檢的時候 我們可以改變運算的次序 來幫助我們運算 好像這樣 我們可以把減七和加十的次序改變 就可以幫助我們計算這條數 這次我們來到五年級的分數加減混合 在這條題目,由整數部分我們看到 二是減不到七的 所以我們會想用剛才的方法 去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首先,我們會把七有二分之一 和加八有六分之五的位置調轉 之後就進行我們分數的運算 因為三個分數去的分母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先進行通分母 我們會找出二、四和六的LCM是十二 再把每一個數進行礦分 當每一個數的礦分都找到之後 就可以寫下一步了 然後我們可以由左至右進行運算 先計算頭兩個數 出到十有十二分之十九 減回七有十二分之六 得出三有十二分之十三 因為它的分子是大於分母 所以我們要把它變成四有十二分之一 這個答案已經是一個最減分數 所以無需再弱減 就是這樣,我們就計算到這條題目了 希望同學都可以善用這個方法 去處理你的分數加減混合 。